在这个单位我们要介绍以色谈数应用 输入学号栏资料 自动填入其他栏资料 第二种方法 使用的函数是xlokup这个函数 那我们把它敲以色谈这边来讲 它的题目是这样子 如何在范例工作表这个学号栏位 我填入了一个工作表一的学号 然后它会自动显示它的什么 班级、座号、姓名跟性别等 像你现在看到这样子 那这怎么做呢 假设我今天填了一个113-00009 它要秀它的什么班级、座号、姓名跟性别 那我们用xlokup等号xlokup 然后注意到第一个我要搜寻的值 第一个参数搜寻值 我要搜寻的是学号 注意到学号以后 万家你这个资料将来要copy 万家复制公式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干嘛 列号是会跟着动没有错 但是蓝不能动 因为蓝要把它锁起来 因为我可能会忘诱call 座号、姓名、性别什么 我说一般会把蓝名锁起来 然后到点以后呢 我要找的第二个参数就是什么 搜寻的阵列 就范围 我要搜寻工作表一里面的 C2到C7 这时候一定要记得按F4锁定 因为公式会忘诱call 这个会偏位 第三个 我要回传的阵列 回传的资料范围 阵列范围 那我这边呢 注意到我是班级 所以是A2到A7 有没有 然后呢 请你把2跟7要干嘛 锁起来 但是A蓝不要锁 因为 A蓝将来会变成干嘛 我扣公式过来会变B蓝 D蓝、E蓝 所以A蓝不能锁 然后DACO或按Enter键 它就会出现701有没有 这时候我会把它干嘛 公式copy起来 贴在B3储存格 它就跟你讲座号13号 有没有 然后贴到D蓝跟E蓝 D3跟E3一样贴上 它就会跟你讲这个人叫 曾恩果蓝的 有没有 曾恩果蓝的 做号3号 那我刚刚为什么 一直跟你解释说 玩一下你把这个公式干嘛 往下拉 它会出现什么 错误讯息 有没有 锦号NA 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 在前面加一个 I F E R R O 左括号 后面呢 逗点 如果出现错误讯息 我就要干嘛 两个双括号 不填资料 Enter 所以呢 这边我就干嘛 OK了 点两下就OK了 然后再把这个公式也可以干嘛 往右拉 没有关系 哈 有没有 公式都扣过来 有没有 3号 没有问题点 再来把这个公式干嘛 复制 贴上 贴上 把它贴到D3 E3 自动设定范围了 那我下面只要打一个 1130002 它就自动秀 它的相关资料 1130003 有没有 就自动秀相关资料出来了 非常方便 非常好用 字幕后 延传 既有用 词